那你就猜猜我是谁 猜中了 可以饶你一命 猜不中 那就去死吧 黑衣人的声音很淡漠 就仿佛前世听过的电子音 不带任何情绪色彩 可此刻的叶不凡 根本没有心情去考虑对方的声音 而是大脑飞速旋转 考虑着自己当前的处境 对方应该对自己 还没有必杀之心 否则直接在天狼城 就把自己杀掉了 以黑衣人的修为 想要杀掉自己 实在是简单至极 直接一巴掌就能拍死 没必要费尽周折地带到这里 但这只是一种想法 就算之前没想杀掉自己 不代表以后不会把自己干掉 所以现在要尽可能 削减对方的杀心 当务之急 是把这个问题回答上来 可是这个问题实在是太难了 对方身上遮挡得严严实实 只露出两只眼睛 就像作题一样 给出的已知条件太少 想要做出答案来 确实是有些麻烦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只给你实习的时间 黑衣人依旧是声音淡漠 然后开始倒计时 十 九 八 七 随着一个又一个数字 从他嘴里吐出 身上的杀气开始慢慢变得浓烈 叶不凡的大脑飞速地旋转着 对方到底是谁 突然一个名字 从脑海当中跳了出来 你是青叶王 此刻黑衣人嘴里 已经吐出一个一字 听到叶不凡的答案之后 停顿了一下 然后又问道 理由呢 我不希望你是蒙出来的 叶不凡终于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他还没有返回地球和亲人团聚 自然不想就这样死在这里 从对方的反应能够看得出来 他有九成把握自己猜对了 这个黑衣人 就是蛮族赫赫有名的青叶王 理由有三个 叶不凡说道 第一个 你没有帮助安顺亲王宋监叛乱 说明跟他不是一党 而你对我动手 说明也不是皇室这一边的人 在天狼城 既不属于天风帝国皇室 又不是安顺亲王一伙的 那只有另外一个势力 蛮族 黑衣人未知可否 只是轻轻地吐出两个字 继续 叶不凡继续说道 第二 宋监当时说你坑我 说明他已经猜测出了你的身份 和他有联系 而他又不认识你 那说明 很有可能就是青叶王 这次蛮族突然进攻天狼城 不符合时机 也不符合情理 要非找出一个答案 那就是内外勾结 是宋监 叫你过来的 其实这个答案 也是他刚刚想到的 之前只是听翟天放妇女两个说过 这次蛮族来的有些奇怪 不但时机不对 而且规模空前 现在想来 应该就是和宋监有关系 黑衣人 依旧是静静地站在那里 没有给出任何表示 叶不凡却知道自己又猜对了 继续说道 最后一点 你的修为已经达到了洞虚境 在这天狼城附近 也只有青叶王一个人 才有这种可能 黑衣人说道 你也说了 这三个理由都是可能 叶不凡说道 可是结合在一起 那就是必然的答案 你就是青叶王 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能猜出我的身份 难怪我们蛮族会败在你的手里 说的没错 我就是青叶王 黑衣人这次毫不犹豫地 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叶不凡心中暗暗松了一口气 总算是渡过了一关 虽然还没有脱离危险 但至少暂时没有事了 青叶王根本就没有理会他的反应 继续说道 这次确实是我和安顺亲王合谋 宋监让我带兵攻打天狼城 把声势搞得大一点 他那边让小皇帝和太后御驾亲征 然后找机会篡位夺权 登上皇位 事成之后 他答应将天狼城 划掉我蛮族所有 叶不凡心中暗暗吃惊 没想到宋监竟然卑鄙到这种程度 为了一己私利 将天风帝国的城池 直接出卖给一族 他说道 安顺亲王就是个卑鄙小人 难道你就不怕他出而反而 两军交战只有计谋 没有卑鄙之说 亲叶王说道 我表面答应了宋监的和谋 其实是另有所图 一个小小的天狼城 又岂会看在我的眼里 按照我之前的谋划 利用这个机会 直接消灭掉天风帝国的精锐大军 然后将小皇帝 皇太后和宋监三个人一起杀掉 到时候 整个天风帝国就都是我的 叶不凡吃了一惊 没想到对方的野心如此之大 宋监在算计皇太后的同时 也同样在被别人算计 此刻亲叶王目光冷立地看了过来 我先是假意退走 吸引宋监过来接应 然后设下陷阱 本来一切进行的都极为顺利 只要我消耗掉天风帝国一些兵力 再出手将宋监斩杀 到时候必然大获全胜 可是我没想到 你竟然把我的黑豹旗解决了 还烧了我的粮草 导致我功亏一篑 非但没能占到什么便宜 反倒损失惨重 随着宋监反叛失败 连之前答应我的天狼城都没了 也就是说 我这次并不是败给了宋监 也不是败给天风帝国 而是败在你的手里 就是因为你的出现 完全破坏了我的计划 你说 我是不是应该杀了你 震怒之下 亲叶王身上杀鸡肆意 面对洞虚敬强者的威势 叶不凡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但脸上依旧挂着淡淡的笑意 你要杀我早就动手了 也不至于费尽周折地 把我带到这里 你之所以急着逃离天狼城 想必面对我的朋友 也没有必胜地把握 叶不凡试着用神石 偷偷扫视了一下青叶王 却发现对方气息实在是太过强大了 他的神石根本就无法穿透 但初步判断 青叶王的修为应该还比不上青骄 不然也不至于 先是用宋监稳住小青 然后急着逃走 你那个朋友确实很厉害 我不是对手 但你也不要抱有什么希望 这里极为隐秘 他是找不到的 青叶王说道 我现在是不想杀你 但你也坏了我的计划 终究是要付出代价的 你说吧 让我如何赔偿 虽然知道希望不大 但是叶不凡还是尽可能地争取时间 只要小青他们能够找到这个山洞 自己就有了希望 青叶王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反而问道 你有没有隐秘年龄 没有 我今年确实是21岁 不然也不会加入苍峰学院 叶不凡不知道对方的目的是什么 但没有任何隐瞒 撒谎这种事还是做得越少越好 不错 青叶王目光流转 在他身上不停地打量着 修为低了一点 只有原因中期 好在还是个炼体修士 马马虎虎达到了炼虚境巅峰 虽然也不算怎么样 但在你这个年龄 也算是难得了 长相嘛也还过得去 算不上特别英俊 但也能入本王的眼 最关键很有头脑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 这是最重要的条件 虽然对方勉强算是在夸奖自己 但叶不凡越听越不对劲 惊诧地说道 你这是什么意思 怎么听着 好像在招女婿 你说对了 我就是再给自己选序 青叶王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叶不凡却是吓得浑身一抖 心中一阵恶寒 难道蛮族有什么特殊的风俗不成 不管是娶还是嫁 真要让自己面对一个男人 那还不如死了算了 青叶王似乎看出了他的想法 气势激荡 照在身上的黑袍和面纱 瞬间便化作片片蝴蝶飞了出去 展现在眼前的是个身穿白色长袍的女人 当看到他的真实相貌 叶不凡瞬间惊呆了 怎么也没想到 青叶王竟然是个女人 而且是个美得不像话的女人 一张精致的面孔 没有半点瑕疵 论颜值 丝毫不属于陆雪曼等人 而且 眉宇间还多了一股野性 要不是知道对方是洞虚境的强者 他真的会有一种征服的信号信号 听翟玲秀说过 蛮族这边级别越高 长得越俊美 之前还没有什么太深的体会 现在算是切实体会到了 实在想象不出 眼前这个美丽而又性感的女人 会和那些丑陋的蛮族 是属于同一个种族 怎么 对我的相貌还满意吗 清夜王去掉面纱之后 连说话的声音都变了 虽然算不上娇媚 但却是甜美动听 原来之前的声音 也都是假扮出来的 叶不凡回过神来说道 没有 只是没想到 清夜王会是个女人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谁规定了清夜王必须是男人 叶不凡神情一致 这倒是没有规定 只是在我们这边 皇族的女人一般都叫公主 郡主什么的 叫王的都是男人 那是你们愚蠢的人族 清夜王说道 在我们蛮族 一切都是以力量为尊 只要你的实力到了 不论你是男人还是女人 都可以称王称帝 清夜王说道 好了 现在我招你为序 没有意见了吧 显然这个女人 对自己的相貌极为自负 就算她是清夜王 也不能免俗 在她看来 只要自己暴露出 真实的面貌和身份 对方根本就没有拒绝的理由 可结果却是出乎意料之外 叶不凡善善地说道 那个 不好意思 这件事能不能再商量一下 清夜王脸色立即沉了下来 怎么 难道你觉得 我配不上你 没有没有 只是我觉得 对清夜王的人不满意 只是自己并不想留在昆仑大陆 早晚是要回地球的 不想在这边留下太多 的牵挂 到时候不好割舍 她咽了口唾沫 很努力地解释着 你是蛮族 我是人族 咱们种族不通 而且 你是洞虚境的强者 我只是一个普通修士 咱们之间真的是不合适 叶不凡努力地寻找各种理由 希望能够打动眼前这个女人 可结果却是让她失望了 清夜王摇了摇头 其实你考虑这么多 根本没用 我也不是要做你的妻子 只是要从你这里接个种罢了 等到见 种完成 咱们之间就再没有任何往来 其他的都不重要 嗯 叶不凡彻底傻眼了 没想到竟然是这样一个结果 原本还以为对方是 看中了自己这个人 结果人家只是想接个种 那个 你这样真的是不合适 他还想再说点什么 可是清夜王已经彻底失去了耐心 这件事 你没有任何拒绝的权利 要么老老实实地按我安排去做 要么我现在就杀了你 嗯 叶不凡一头的黑线 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有一天 会被别人逼着当成种 马用 那个 其实咱们是可以商量的 他清楚硬扛 没有一点好处 只能尽可能地 想办法拖延时间 在这之前 能不能回答我一个问题 清夜王说道 说吧 问题不要太多 以你在蛮族的身份和地位 想和你生孩子的男人有的是 恐怕数都数不过来 干嘛要跑这里找我来见 叶不凡是想拖延一点时间 同时心中也确实有这个疑问 以清夜王在蛮族的地位 想要找一个优秀的男人 恐怕并不难 没必要费这么大周折 将自己绑到这里 你说这个吗 主要有两个原因 清夜王倒也没有隐瞒 开始徐徐到来 我父亲给我许配了一门婚事 可是我非常不喜欢那个人 但负命不可为 我又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出此下策 在我们蛮族 有一项特殊的民俗 不管是哪个女人怀孕了 都不能逼迫她出嫁 不论是底层的百姓 还是蛮皇 都不可以违反 叶不凡这才大体明白了怎么回事 但她真的不想 做这个倒插门的种 马 连忙说道 可是以你的条件 找哪个男人都可以啊 干嘛非要找一个人族 你要是没有耐心 那我就不说了 清夜王说着狠狠地瞪了 他一眼 放眼整个蛮族 哪个男人都把自己视为心中女神 可这个男人 却好像自己占了他的便宜 唯恐避之不及 叶不凡意识到 自己太急切了 连忙尴尬地笑了笑 你说 你说 之所以会找你过来 主要有两个原因 清夜王说道 首先我父亲给我许的那门婚事 对方的势力太强大 放眼整个蛮族 也没有任何一个男人 敢接受我的条件 不然丢掉性命是小 整个家族被灭掉是大 哦 这次叶不凡只是点了点头 却没敢多说 第二个原因 那就是 我清夜王是什么人 又岂会随便找一个男人委屈自己 从小到大 没有任何一个同龄人能够超过我 无论男人还是女人 无论修为 相貌还是智谋 说到这里 清夜王精致的面孔上 露出一抹傲然的神情 也正因如此 我要找的男人 必然不会普通 我从小就立下过誓言 想要娶我清夜王 必须要击败我才行 可是我不符合条件啊 以我的修为 恐怕连你一根手指都比不上 叶不凡再次忍不住说了起来 按照他的想法 最好清夜王会嫌弃自己 直接把自己放掉 放弃你的幻想吧 叶主 看在孩子的面子上 我会放了你 如果你达不到我的要求 我会毫不犹豫地杀了你 嗯 叶不凡顿时哑口无言 无论如何 还是把握住自己的小命最重要 清夜王再次说道 虽然你的修为不如我 但这次在战场上击败了我 也勉强算是符合我的誓言 而且刚刚通过了我的测试 有一定的头脑 算是合格 叶不凡一时间竟然无言以对 他不知道自己该高兴还是失望 无论通过不通过 这两种结果都不是他想要的 他是要返回地球的人 不想在这里留下太多的情感纠葛 更不要说留下一个孩子 况且眼前这种情况也不合适 你是蛮族 我是人族 如果真的生下孩子 会不会被人发现不对 我蛮族皇室和人族并无太大的区别 只要我让他修习功法就是了 不会被任何人发现不妥 再次爆发 身上的那件白色长袍也震得片片碎裂 一具漂亮到完美的躯体 暴露在空气当中 啊 虽然明知两人之间没有任何感情 但如此美景展现在眼前 叶不凡还是忍不住一阵口干舌燥 小夫处一团火焰生腾而起 好在他也算是见多了美女 有着超强的免疫力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总算勉强压下心中的悸动 那个 等一下 还有什么事 虽然身上不着寸履 但青夜王依旧是神情淡然 语气冰冷 仿佛这光着身子的并不是他 而是别人 那个 咱们能不能商量一下 叶不凡说道 这个时间需要多久 咱们不能一直生活在这个山洞里吧 要不你先放我回去 等我办完了事情 再过来找你 这才是他最担心的地方 在地球上的时候 开始由于修为太低人又多 所以他一直没有敢要孩子 虽然有那么多女朋友 但每一次他都是关闭晶圆 一直到达到了炼虚境 站在了地球舞蹈界的巅峰 才算是放开了晶圆 可随后就到了修真界 那边到底怎么样 有没有人怀上他的骨肉也不知道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作为一个医生 他非常清楚 怀孕这个时间周期 就算是现在他一枪中的 马上就能让青夜王怀孕 以他的超凡医术 也要半个月之后才能确定 可现在这个时间已经来不及 新人排位赛到现在为止 剩下的时间已经不足十天 如果真要在这山洞中待上半个月 不管造人计划成不成功 他都将错过比赛 那前期的努力都将复之东流 用不着那么麻烦 我们满足皇室有一种秘法 三天之内 肯定会让自己受孕 青夜王说着 便迈步向他走了过来 再等一下 叶不凡再次将他喊停 还有什么事 你怎么这么麻烦 青夜王的耐心 显然被消耗殆尽 那个 这种事情 总要讲一点情调吧 直到现在 山洞外面一点动静都没有 显然小青是指望不上了 叶不凡也知道 只靠自己无论如何都逃不掉 这种戒也得戒 不戒也得戒 既然这样 那就搞得舒服一点 说着他心念一动 一张大床出现在山洞当中 青夜王再没有半点客气 一张的衣服便化成碎片飞了出去 与此同时 他冰冷的神情开 使出现了变化 一丝丝妩媚出现在脸上 眼神也变得温柔如水 身上润滑如血的皮肤 慢慢浮现出一抹妖艳的粉红色 让人看起来心神荡漾 接下来一场大战开始 叶不凡虽然之前有过许多女友 但这种体验绝对是第一次 狂野 彪悍 这两个词 原本不应该出现在床子之间 可青夜王带给他的感受 就是这样 一切主动权都把握在对方手里 他只是被动地承受 青夜王如今的火热 和之前的冰冷判若两人 按照他的猜测 应该是使用蛮族那种秘法造成的结果 随之而来那种感受 也是无比的美妙 随着时间的推移 叶不凡被一点一点地推上了刀锋 到了关键时刻 他突然感受一股莫大的犀利传来 这种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 不要说他现在已经放开了金 关 就算是想关闭也做不到 在山峰上停留了许久 他才慢慢跌落谷底 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原本以为这一切都过去了 至少要休息一段时间 只可惜他想错了 如今疯狂的青夜王 没有半点要停下来的意思 马上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战斗 啊 叶不凡如今算是真正体会到了 什么叫肉身强悍 虽然他是炼体靖小城 已经达到炼须靖巅峰的实力 可跟洞虚气的青夜王相比 实在是小屋见大屋 战况实在是太过激烈 突然耳边传来咔嚓一声 剩下的那张大床 竟然直接他掉了 化成片片目线 不知过了多久 他再次站上了高峰顶端 那种感觉快乐至极 可问题是 再快乐的是 如果太多了也无法承受 况且是这种 既消耗体力 又消耗晶圆的运动 在接连折腾了四五次之后 叶不凡已经感觉到吃不消了 可青夜王依旧是勇猛如斯 不但看不到半点疲惫 而且情绪比之前越发的高涨 啊 叶不凡心里突然生起一股恐惧 如果这样一直下去 自己能不能撑得过三天 此刻他才明白了 为什么青夜王称之为蛮族的秘法 因为这种办法 根本就无法推广 要不是自己肉身强悍 再加上是个医生 懂得调养自己的身体 恐怕早就晶圆耗尽 变成木乃伊了 这要换成一个普通人 根本等不到三天时间 就已经是一命呜呼 又一次从山峰上跌落 他赶忙抓紧 一点点空隙说道 那个 咱们能不能休息一下 当然不能 青夜王回答得非常干脆 随后又扑了上来 叶不凡连忙叫道 我们不会三天一直这样过吧 说对了 不然如何能够确保我受运成功 青夜王回答完毕 又一次的大战开始 叶不凡一阵心酸 如果要用两个字 来形容蛮族这种秘法 那就是压榨 彻底的挤干压境 接下来时间就这样 一点一点的过去 用一句话来形容他的感觉 那就是 痛苦并快乐着 山洞当中吴日月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反正他从储物戒指里面 取出来的大床 被弄塌了三张 叶不凡的所有时间 都是在不停的战斗中度过 终于 又一次爬上山峰之后 青夜王停了下来 他停止了秘法 身上的妩媚快速消退 随后重新又恢复了 之前的淡然而又冰冷 取出一件白色的袍子 套在自己身上 叶不凡心中 暗暗地松了一口气 现在终于体验到了 什么是被掏空的感觉 以他练体小成的境界 此刻依旧感觉四肢无力 姚戏酸软 脸上顶着一对大大的熊猫眼 脸色蜡蜡蜡蜡的 此刻他心中暗暗发痕 就是为了击败 眼前这个女人 自己也要达到 练体大成的境界 不然 这实在是太吃亏了 看在你是孩子父亲的份上 就不杀你了 我走了 青夜王说完 便迈步向着洞口走去 等一下 叶不凡从床上坐了起来 开口将他叫住 青夜王没有回头 冷冷地问道 还有什么事吗 叶不凡问道 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在内心当中 眼前这个 已经是他的女人了 青夜王淡淡地说道 不能 从此以后 咱们之间再也没有任何关系 总要告诉我 去哪找你吧 以后 我终究要去看看孩子 叶不凡已经下定决心 等到自己找到回家的路 一定要把这个女人 和孩子一起带回去 你不要来找我 孩子也和你没有一点关系 青夜王犹豫一下又说道 在你达到大成期之前 我们就是路人 你甚至不能和别人说认识我 否则必死无疑 说完他身影一闪 便出了煽动 很快消失在视线当中 看着青夜王消失 叶不凡一阵心潮澎湃 他知道这女人 并不是像看着那样冰冷 内心当中 还是想保护自己的 在自己拥有绝对的实力之前 一旦暴露出是青夜王的男人 是那个孩子的父亲 恐怕就会引来杀身之祸 看来无论在什么时候 无论在哪个世界 实力都是硬道理 拳头不够大 就没有话语权 自己无论如何 也要抓紧一切机会变强 但想想大成期修为 和自己现在相差的 实在是太远了 也不知道和年和月 才能达到那个境界 对于很多修真者而言 就算是穷尽一生 也无法达到那个高度 他微微摇了摇头 既然暂时解决不了 就不要想那么多 只要努力提升修为就好 如果自己真的 找到了回去的路 无论付出多大代价 都要将青夜王 和那个孩子一起带回去 他准备离开这里 可刚刚站起身 就感觉一阵天旋地转 赶忙伸手扶住了 旁边的石壁 我乐个去 这种感觉实在是太不爽了 之前经常看到 各种各样的段子 说这种事过度了 就要扶着抢走 现在看来 并不是凭空边转 而是真的有 正常来说 以他的修为和医术 要尽快赶回去才行 不然灵霄学院的人 不知要急成什么样子 所以 叶不凡并没有留在山洞里 他走出洞口 直接召唤出了九天 准备在上面 一边赶路 一边恢复元气 可他刚刚操控着九天 飞出不远 迎面看到两道人影 正是蒋方舟和胡夭夭 他发现了两人的同时 两人也看到了他的九天 立即加速飞了过来 蒋方舟的修为更高一些 率先踏上了九天的船头 一脸惊喜地叫道 叶大哥 我们终于找到你了 怎么样 你没事吧 我还好 叶不凡刚刚说完 胡夭夭也踏上了九天 看到他之后 先是一阵惊喜 随后露出惊恶 而又心疼的神情 小阿哥 你这是怎么了 谁把你折磨成这个样子 此刻的叶不凡精神为敏 脸上印着两只大熊猫眼 小脸辣黄 整个人就仿佛病了多少年一般 看起来确实有些凄惨 我没事 就是太累了 不对 一定是有人折磨你了 胡夭夭恼怒地说道 小阿哥 你告诉我 到底是谁把你弄成这个样子 我一定让他百倍奉还 百倍奉还 叶不凡顿时一头的黑线 想到那三天三夜的日子 如果再加上一百倍 那会是个什么样子 他又摇了摇头 将心中乱马气糟的想法赶走 那个我没事 就是逃命逃得太急 有些累到了 他自然不能实话实说 先不说青叶王的叮嘱 就说被人强行戒 中这种尴尬事 也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好在两个人也没再救着这件事不放 蒋方舟说道 叶大哥 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个黑衣人是谁啊 为什么要把你弄走 我也不清楚 他浑身上下舞得严严实实 我什么都没看到 也不知道他是谁 叶不凡说完 心中阿安默念了一句 上帝啊 我又说谎了 他脑海当中不由自主地 浮现出青叶王那 妖娆的性感身姿 如果说这个世界上 谁最了解这个女人 恐怕非自己莫属 对每一寸肌肤 都是那样熟悉 狐妖妖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问道 小阿哥 那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那人的修为 恐怕已经达到了洞虚期了吧 叶不凡知道这个问题 迟早会有人要问 心里面早已经准备好的答案 那人确实达到了洞虚期 但这也让他自视极高 根本没有封住我的修为 于是我抓住机会 偷偷布置了一个困阵 将它困住 这才逃了出来 胡妖妖 蒋方舟两个人 找到了叶不凡欣喜若狂 也没有多想 三个人一起向着天狼城飞去 叶不凡将九天交给两个人操控 然后自己开始服用丹药 恢复元气 等来到天狼城时 他的熊猫眼已经消失了 脸色也红润了许多 元气恢复了八成 他们回到城主府 刚刚进门 翟天放和翟灵秀便迎了出来 两个人看到他归来 同样是满心的欢喜 打过招呼 叶不凡不想妇女两个问得太多 抢先问道 现在城里的情况怎么样了 情况非常好 翟天放说道 那天小青姑娘斩杀了宋奸 叛军群龙无首 很快便气血投降 族那边也是溃不成军 这次我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胜 临走之前再三叮嘱 一定要我把叶医生就回来 现在城里大半的人都 出去寻找叶医生 还好您吉人自有天象 终于平安归来 得知一切都平安无事 叶不凡拿出传讯御符给陆雪曼 那蓝玉家等人都发了一条信息 让他们赶快回来 在等候这段时间 他想了想问道 城主大人 蛮族溃败 可曾拿住那个青叶王 翟天放摇了摇头 这个倒没有 蛮族虽然大败 但是实力也不可小视 而且那个青叶王神秘莫测 这么多年 也没有人能够看到他的真面貌 更不要说生情活捉了 叶不凡问道 没人见过他的相貌吗 蛮族那边就没有密探 叶医生 这点您还真说对了 我们在蛮族那边确实没有密探 翟玲秀接过话题说道 正常来说两军交战 我们应该在那边设有密探的 但蛮族太过特殊 低等蛮族从相貌上 和我们的人有着极大的差别 普通人一过去 就被他们给发现了 至于会入高等蛮族 那更是想都不要想 他们那边主要修炼肉身 而我们修炼的是真缘 根本没有办法假冒 哦 叶不凡点了点头 情况确实是这样 难怪这么多年 这边连青叶王室的女人都不知道 这世几道人影闪过 小青 那蓝玉家等人都返回了城主府 叶大哥 告诉我是哪个王八蛋把你掳走的 我现在就去拆了他的骨头 小青一脸的愤愤 作为巴结妖兽 却在众目睽睽之下 让人把他的叶大哥给抓走了 这让他满心的怒火 那个 我也不知道是谁 这件事情就过去吧 按照蛮族秘书的尿性 青叶王如今大概率已经成了 他孩子的母亲 这种情况下 自然不能实话实说 否则小青说不准会干出什么来 院长 大事不好 出事了 随着急切的呼喊声 人影一闪 楚灵溪从天而降落在众人的面前 此刻她的样子极为狼狈 脸色惨白 嘴角还挂着一丝血迹 显然是受伤不清 叶不凡赶忙伸手将楚灵溪扶住 然后将一颗回天丹 送进了她的嘴里 到底出什么事了 是谁把你打伤的 丹药入口 楚灵溪顿时感觉舒服了许多 喘了口气说道 我和陆雪姐一同出去找你 结果回来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老者 说是北穷剑派的人 那个老东西 已经是合体器的修为 抓走了陆雪姐 告诉我传话给你 三天之内 赶往北穷剑派救人 否则后果自负 叶不凡神色阴沉 此刻她已经大体猜到了 是怎么回事 一定是北穷剑派的人 知道自己斩杀了方话语 派人过来又没找到自己 这才将陆雪曼掳走 想明白之后 滔天怒火从心底升腾而起 北穷剑派接连找自己的麻烦 如今又掳走了陆雪曼 真当自己是好欺负吗 该死的北穷剑派 老娘非拆了她不可 她这边还没有表示 旁边的小青已经彻底爆发了 刚刚进入人类社会 觉得纳兰玉家那个老娘 说起来很霸气 于是就直接拿过来用了 只是她这样一个小萝莉 自称老娘 看起来有些怪异 但小青根本管不了那么多 作为八戒妖兽 之前叶不凡在眼皮底下被劫走 就感觉很没面子 可不知道对方是谁 她也没有办法 但现在不一样 既然已经知道了 是北穷剑派 那就要好好发泄一下心中的火气 其他人同样是一份填膺 纳兰玉家说道 王八蛋的北穷剑派 老娘早就想找他们算账了 现在还敢来招惹我们 现在就去铲平了她 看到他们这个样子 翟天放上前说道 叶医生 北穷剑派可不是一般的门派 他们的实力极为强悍 门主方靖这个人 已经达到了合体巅峰 距离洞虚期 只剩一步之遥 而且这个人蛮横 残忍好杀 极为护短 方化语又是他唯一的儿子 这件事情必须小心行事 翟天放将自己所知道的情况 三言两语地 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 谢过城主大人 我心中有数 叶不凡和翟 天放妇女告别 然后带着众人上了九天 离开天狼城 静止向着北穷剑派的方向飞去 上了飞行灵气之后 他看了一眼身边的几个人 你们谁知道 北穷剑派在哪里 在场的几个人 谁也没去过 纷纷摇头 纳兰玉佳说道 我知道大体方位 具体位置 咱们到那边一打听就知道了 叶不凡点了点头 不管怎么说 北穷剑派也是一方大宗门 找起来应该不难 他将九天交给了纳兰玉佳 以合体器的修为 来操控飞行速度更快 犹如划破天际的流星一般 向前飞去 天狼城距离北穷剑派 差不多万里左右 仅仅用了半天时间 他们就已经来到了附近 纳兰玉佳只知道个大体方位 来到这里之后 就要找人问路了 叶不凡受了九天落在地面 众人向前走了一段路 准备找人打听一下 而就在这时 几道人影从远处及时而来 跑在最前面的是一对青年男女 看年纪大约二十左右岁的样子 也都是修真者 但是修为并不高 只有助击期 另外还有三个人追在后面 修为都达到了金丹期 也正因如此 几个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 那对青年男女慌不择路 直接向着叶不凡他们这边跑了过来 当看到他们时 男人立即叫喊起来 快跑啊 他们是北穷剑派的人 纳兰玉佳是火爆脾气 最看不得修为高的 欺负修为低的修士 他让过了那对青年男女 拦住后面的三个人一声大喝 都给我站住 到底是怎么回事 看到他这个样子 那个小姑娘立即焦急地叫道 这位姐姐 你快跑啊 他们是北穷剑派的人 你惹不起的 这时那三个人已经来到了近前 为首的一个小伙子 满脸的猥琐 想跑 还跑得了吗 在他身后 还有一个矮胖子和大光头 三个人看到那蓝玉佳 胡摇摇几个女人之后 顿时双眼放光 就仿佛看到了食物的恶狼一般 矮胖子伸手擦了擦嘴角流出来的口水 满脸猥琐地说道 真没想到 在这荒山野岭的 还能看见如此 标志的小娘妈 看来 隔几个 真是走了桃花运 大光头更为直接 蛮横地对着叶不凡和蒋方舟叫道 不想死得赶紧滚 这几个小妞是我们的了 他根本看不出 眼前这些年轻人的修为 这种情况下 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普通人 一种是修为高出他们太多 在大光头他们看来 眼前这些人 最多也就二十左右岁的年纪 修为上绝不可能超过他们 自然而然地 就当成了普通人 蒋方舟顿时大怒 光天化日强强名女 你们这是找死吗 小子 竟然敢这样和大爷说话 小胡子一脸傲然地说道 知道我们是谁吗 老子可是北穷剑派的人 不想死就赶紧滚 大哥 和他们废什么话 直接把这小妞带走就是了 看到这几个女孩子的 绝世容颜之后 矮胖子简直魂都飞了 竟然伸手向着 那蓝玉佳的脸上摸去 不知死活的东西 对于这种人 那蓝玉佳 哪还会有半点客气 抬手就是一拳轰出 只听砰的一声 矮胖子只是一个金丹初七 哪里抵挡得住这一拳 直接被抱成了一团血污 看到这一幕 小胡子和大光头猥琐的笑容 瞬间消失 取而代之的这一脸的惊恶 此刻他们才意识到 眼前这并不是普通人 而且是强大的修士 远远要比他们强大的太多了 前辈 饶命啊 误会 这都是误会 小胡子接连向后退了两步 又说道 各位 我们是北穷剑派的人 今天的事情 真的是个误会 他已经看出自己不是对手 只能将背后的门派搬出来 希望能够震慑住 眼前的几个年轻人 而旁边的青年男女 看到这一幕 先是震惊 随后满脸的狂喜 各位前辈 救命啊 刚刚他们只是 停了下来 并不想殃及众人 如今见到那蓝玉佳的身手 知道自己有救了 直接躲到了大家的身后 叶不凡和善地笑了笑 不要怕 告诉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前辈 是这样的 青年男人神态恭敬地 开始讲述起来 虽然叶不凡看起来 比他还要年轻几岁 但修真借向来不论年龄 只论修为 既然对方的修为比自己高 那就担得起前辈二字 而且对于一个修真者而言 外貌根本就代表不了什么 好多修为高深的修士 都能随意改变自己的项目 或许人家是活了几百年的老怪物 也说不定 前辈 我和师妹出来历练 出来之前 师门长辈一再叮嘱 千万不能到北穷剑派这边来 叶不凡问道 为什么 北穷剑派很可怕吗 没错 青年男人瞥了一眼 那两个北穷剑派的人 最终还是咬了咬牙 北穷剑派实力强横 一向都是无恶不作 欺男霸女 以欺压其他修士为乐 当年我师娘 就是因为路过北穷剑派的地狱 在这里陨落的 我师父说 北穷剑派从上到下都是恶人 就是将他们毁宗灭派 都没有一个冤枉的 叶不凡说道 既然这样 那你们为什么还到这里来了 青年男人说道 我们也不想 可是历练过程中 遇见一只凶猛的三阶妖兽 为了逃命我和师妹荒不择路 也不知道跑到了哪里 虽然摆脱了那只三阶妖兽 却没想到 跑到了北穷剑派的地狱 遇见了眼前这三个人 他们看到我师妹的美貌 马上便动了邪念 我们两个不是对手 只能逃走 后面就遇到了前辈 听到他说完 旁边的几个人 都是一脸的怒火 难怪北穷剑派恶名远扬 原来霸道成这个样子 叶不凡皱起了眉头 之前天狼城的方家 是以北穷剑派为后台 如今看来 他们都是一路货色 旁边的小胡子和大光头 屈指一弹 两道指锋射出 直接封住了这两人的穴道 小子 你要敢动我 北穷剑派是不会放过你的 我们门主可是洞虚七的强者 大光头眼见着逃不掉 马上又搬出北穷剑派的名号 希望能够吓住对方 叶不凡的眉毛挑了 挑 你是说方进吗 他不是合体巅峰吗 什么时候成洞虚七了 眼见着对方 关心起门主的修为 大光头以为吓住了对方 连忙说道 小子 你还不知道吧 就在两天前 门主出关 已经突破到了洞虚七 实相地乖乖把我们放了 北穷剑派的人 你招惹不起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 叶不凡一个火球抛出 直接将他炼成了灰烬 旁边这小胡子 吓得浑身一抖 就算再傻也看得出来 人家根本就不怕北穷剑派 甚至还有恩怨 他连忙哀求道 前辈 我就是个外门弟子 求求你放了我吧 叶不凡说道 告诉我 北穷剑派在哪 从这里往北走三十里 有一座北穷山 北穷剑派就在那里 小胡子说完 再次哀求道 前辈 如果您需要 我现在就带您过去 按照他的想法 只要把眼前这些人 带到北穷剑派 那自己就得救了 你还是去见阎王吧 叶不凡起 会看不出他的小心思 说完又是一个火球抛出 这种人留在世上 就是个祸害 不 小胡子满脸绝望地吼叫一声 随后被火球 化作一团虚无 旁边的那对青年男女 吓了一跳 没想到 刚刚还跟自己 和颜悦色的年轻人 动起手来 竟然如此干净利落 短暂的震惊之后 那个女孩子说道 前辈 你赶快走吧 不然北穷剑派的人 很快就会杀过来的 青年男子说道 前辈 敢问高姓大明 以后我师兄妹有机会 必然要报答前辈的大恩大德 不用啊 你们走吧 叶不凡对他们的印象不错 刚刚被追杀的时候 还记得提醒自己逃走 可见是心地善良之人 那好吧 前辈多加小心 青年男子看出叶不凡他们 还有事情要做 也不多说 拉着那个女孩子鞠躬致谢 然后快速离开了这里 叶不凡带着众人 没有任何迟疑 按照小胡子的指点 向着北穷剑派的方向赶去 北穷山 山脚下 住立着一座气势辉煌的大门 正是北穷剑派的山门 这个门口 站着三个虚发皆白的老者 正中的 正是掌门方静 左侧的是二长老方生 右侧的是三长老方梁 在他们身后 还有数十人 都是北穷剑派的核心子弟 旁边的 一棵苍天古树上 吊着一个白衣的女孩子 赫然是陆雪曼 二长老方生和 逝去的大长老方点 是亲兄弟 同样是合体气巅峰的修为 他看了一眼旁边的方梁 老三 门主让你 去给少门主报仇 你怎么带 一个女人回来了 二哥 是这样的 少门主是死在叶不凡的手里 可是我将天狼城里里歪歪 搜了好几遍 也没有找到他的影子 后来刚好碰到了陆雪曼 她是叶不凡的女人 我就带了回来 那小子是个大行种 知道之后 一定会赶到我们北穷剑派 到时候要杀要寡 全凭门主发落 干得不错呀 旁边的方静说话了 他的神色阴沉 眼神中尽是恨意 不论是谁敢杀我唯一的儿子 老夫一定要把他千刀万剐 扒皮抽筋 这样才能 结我心中之恨 三天前 方化语留在宗门中的灵魂排碎裂 当时的方静 简直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竟然有人敢杀他的儿子 由于 他在冲关的关键时期 便没有离开 而是派出了三长老方良 去查看到底怎么回事 方生再次问道 老三 到底是怎么回事 少门主不是去参加 新人排位赛了吗 怎么会死在天狼城 凤行空和宋坚呢 难道他们 没有阻止 在北穷剑派的人看来 方化语是少门主 出去之后 绝对没人感动 而且 这次是凤行空邀请过去 参加新人排位赛的 而且 方静和宋坚的关系也不错 无论如何 也没有被斩杀的理由 据我所知 他们都死了 方生将自己打探到的情况讲了一遍 最后说道 宋坚蓄谋已久 在天狼城发动了叛乱 但最终败了 他和凤行空 全部被人斩杀 方静神色一变 他和宋坚相识多年 非常了解 对方是个什么人 既然动手 那就有绝对的把握 怎么可能会失败 震惊过后他问道 宋坚掌控兵权 手下又高手如云 怎么可能会败 这个具体什么情况 我也不太清楚 方良说道 宋坚反叛失败 他那边的人 已经全部被斩杀 根本找不到一个活口 而天丰帝国皇室那边 太后不但下了封口令 而且已经带人 返回了天丰帝国皇城 也正因如此 我在天狼城转了一天 也没有找到经历过的当事人 后来还是抓了一名 城主府的内兵 从他口中逼问出一些东西 他也是听到一些传闻 说少门主是死在叶不凡的手里 这次宋坚反叛失败 同样是和那姓爷的小子有关 方静疑惑地说道 那小子之前 不就是苍锋学院的一个新学员吗 怎么会有如此本事 这我就不知道了 方良说道 那个士兵被我用了新号新号术 说出来的肯定不会有假 只是他的消息也是听来的 所知有限 方生说道 门主 在我看来 您也不用多虑 那小子没多大本事 肯定用了阴谋诡计 正三宝只有合体巅峰的修为 却称霸整个天丰帝国皇城这么多年 号称第一高手 而您现在 可是打破了合体期的瓶颈 已经是洞虚期的强者了 在绝对实力面前 一切阴谋诡计都没有用处 方良也跟着说道 二哥说的没错 这里是我们自己的地盘 再加上门主的洞虚期修为 不论那小子是如何灭掉的宋奸 都没有什么好怕的 方静点了点头 觉得两个人说的有道理 放眼整个天丰帝国 修为最高的也只有合体巅峰 而自己现在已经迈入了洞虚期 凭借强横的修为足以横扫一切 方生说道 我现在担心的是 信业的小子赶不赶来 毕竟一个女人再好 也不如自己的小命重要 方静脸上 闪过一抹阴狠的暴力之气 三天之内她 要是不来 我就把这个女人杀了 给羽儿办一个冥婚 然后再去将那小子猪杀 方良刚要说什么 突然看着远处的天空神情一变 掌门 好像有人来了 众人都一起抬头看去 只见一条灵气飞船 从远处急驰而来 竟然是飞行灵气 方生眼中闪过一抹贪婪的目光 飞行灵气极其 少见 她活了这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见到 九天的速度 原本就不比方良慢 之前由于问路耽搁了一点时间 所以才慢一步赶到这里 叶不凡将九天收了起来 众人一同落在山门外 方良说道 信叶的小子 没想到你真的敢来 她虽然没见过叶不凡 但是认得出众人当中的楚灵溪 马上便猜测出对方的身份 方生跟着一声大喝 无知小儿 竟然敢冒犯我北穷剑派 还不赶快交出飞行灵气 然后跪下 向掌门领罪 叶不凡却看都没看两个人一眼 抬头看向被悬挂在树上的陆雪曼 眼中闪过一抹浓重的寒意 他从来就不是试杀之人 但这次北穷剑派 着实触碰了他的底线 叶不凡没有理会旁边的方静众人 直接迈不向的陆雪曼走去 纳兰玉家等人跟在后面 虽然他们人数不多 却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 好狂妄的小子 竟然还想在老夫面前救人 方静脸上闪过一抹怒意 对着手下人一摆手 给我拦住他们 他并没有下令击杀 华神妻立即冲了过来 北穷剑派向来嚣张惯了 又在自己家大门口旁边 还有门主和几大长老坐镇 这些人根本就没把眼前的年轻人放在眼里 那名炼虚敬一声大喝 嚣张无比地伸手向着叶不凡抓了过来 给我杀了 叶不凡大手一挥 脚下并没有半点停留 继续向前走去 小子 你好生狂妄 那名炼虚敬就感觉眼前寒光一闪 随后自己的脑袋便脱离了身体 高高地飞了起来 出手的是蒋方舟 以他如今炼虚敬巅峰的修维 瞬间便将眼前这家伙斩杀 与此同时 胡夭夭 李清竹几个人也出手了 跟在后面的几个化神妻 眨眼之间也都变成了一句死事 这一下在场的众人神色都变了 眼前这些人都只有二十几岁的年纪 没想到修维竟然强悍到这种程度 原本的方话语是 北穷剑派的第一天才 但和眼前的蒋方舟相比 那也差了一大截 方梁神色一变 小子 这里还轮不到 你们来撒眼 说完他整个人腾空而起 合体后期的气势陡然爆发 一只真元大手带着铺天盖地的气势 抓向了叶不凡 给我滚 那蓝玉佳早就憋着一肚子火气 看到这家伙之后 哪还会有半点客气 把龙爵运转猛的一拳击出 方梁的手掌和那蓝玉佳的拳头对碰在一起 只听砰的一声巨响 巨大的气势席卷四周 将一些修为低下的弟子 震得纷纷后退 而他本人也被巨大的反振之力 震得高高飞起 退出到五十米开外 方梁眼中竟是满满的惊骇 没想到 这个看起来温婉如玉的女人 竟然有如此狂暴的气势 如此深厚的修为 方静和方生同样是无比震惊 虽然方梁的修为比他们两个要差上一点 但那也是实打实的合体后期 面对眼前这个女人 非但一点便宜都占不到 反倒是处于下风 而就在这么一会功夫 叶不凡已经来到树下 你不要过来 原本这里是有两个化神器弟子看守的 这两个人刚刚举起手中的兵器 准备用陆雪曼做妖邪 却见叶不凡手中 多了一个奇形怪状的东西 还没等他们搞明白是怎么回事 脑袋突然间凭空消失 连元神都被弟子枪消融得干干净净 叶不凡解决了这两个人 抬手又是一枪将上面的绳子打断 然后接住了掉下来的陆雪曼 解开他被封住的穴道 关切地问道 怎么样 你没事吧 陆雪曼摇摇头 我没事 方静在短暂的震惊之后 神情又重新恢复了平静 虽然人质被对方就回去了 但在他看来 对方这些都已经是死人 自己手中有没有人质都无所谓 方良也是这样的想法 他神色阴沉地叫道 小子 就算把人救回去又怎么样 心底你们这些人都得死 楚灵溪说道 院长 就是这个可恶的家伙 把陆雪姐抓走的 方良不屑地一笑 没错 就是我 你们又能如何 虽然刚刚在和那蓝玉家的对战当中 处于下风 但方良也没放在心上 还站着门主和二长老 两个人都要比他强大得多 在他看来 眼前这些人就是戴载的羔羊 根本就没有半点反抗的余地 能把你怎么样 马上你就知道了 叶不凡说完一百手 给我杀他 方良顿时一愣 不明白对方这是什么意思 如果这句话是对那蓝玉家说的 还勉强能够接受 可和旁边这个小萝莉说 难道这是脑子坏掉了吗 这两天 小青心中一直憋着一股火气 早就在旁边蠢蠢欲动了 如今终于可以出手了 自然不会再有半点客气 直接一拳轰出 方良根本没把这个小姑娘放在眼里 可看到对方出手 顿时神色大变 这一拳看似平淡无奇 却带给他一种 发自内心的战力 他这才意识到 眼前这个小萝莉 根本就不是普通人 而是一个超级高手 此刻他哪里还敢有半点怠慢 胆忙也是全力一拳赢了上去 只可惜 他还是低估了小青的厉害 两只拳都对碰在一起 就感觉一股毁天灭地的力量传来 先是手臂炸开 随后整个人都抱成了一团血舞 这下在场的众人全部都惊呆了 开始的时候 他们还都抱着看猎物的眼神 看着这一切 万万没想到合体后期的三长老 竟然被人家一拳打爆 方靖和方生也都是神色大变 他们现在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宋监会败 原来叶不凡身边 隐藏着这么一个超级高手 与此同时 他们心中又升起万般疑惑 这个小姑娘看起来 也就是十几岁的年纪 怎么会有如此强横的身手 如果说是隐藏了年纪的老妖怪 那这么多的修为 为什么要听命于叶不凡 小青一拳解决了方良 随后微微摇了摇头 这家伙实在是太弱了 打起来一点意思都没有 他的目光又转向了方靖两个人 扭头看向叶不凡 叶大哥 这些人怎么办 要不要一起杀了 叶不凡早已经被激起了滔天杀气 用之前那个青年人的话来说 北穷剑派作恶多端 就是全杀了 也不会有一个冤枉的 况且如今 又接二连三地动到自己的头上 他哪里还会有半点客气 都杀了 一个不留 作为巴结妖兽 小青从血脉当中 就有好战的因子 只不过一直被叶不凡束缚着 如今终于可以放开手脚 大干一番 他眼神中顿时洋溢着 遏制不住的兴奋 听到了没有 都给老娘去死吧 小青一声兴奋地吼叫 然后如同炮弹一般 向着北穷剑派的众人冲了过来 你找死 方生一声怒吼 刷的一声抽出背后的宝剑 顿时漫天的剑气 铺天盖地地射了过来 刚刚小青解决方良 根本就没有拿出权力 在他看来 应该就是合体巅峰的修为罢了 而且只是个炼体修士 和自己相比 还有很大的差距 合体巅峰的强者权力一击 灵力的剑气 瞬间将周围的 一切都撕了个粉碎 甚至连地面上坚硬的岩石 都被离出一道道沟壑 来得好 小青却是满脸的兴奋 对手强一点打起来才有意思 再次一拳轰出 北穷剑派的人 见这个小萝莉 竟然凭借肉身 硬抗二长老的剑气 脸上都露出兴奋的神情 以为对方瞬间 都就会化成一团肉泥 方静却是神色大变 这一刻 他从小青身上 感受到了洞虚强者的气息 二长老 快撤 他焦急地喊了一声 但为时已晚 小青那看起来 晶莹如玉的拳头 瞬间便撕破了方生的剑气 随后狠狠地 记在他的胸口上 相比于巴结妖兽 方生的防御力 比方良强不了多少 根本起不到半点阻拦作用 整个人如同炮弹一般 飞了出去 随后在半空当中 砰得炸成一团血物 啊 北穷剑派的人 吓得连连倒退 三长老死了 没想到二长老 也不是人家的对手 方静则是牙子欲裂 之前大长老方点 去了天风帝国皇城 到现在生死不知 如今二长老三长老 都接连被斩杀 这是毁了他 北穷剑派的根基啊 小剑人 拿命来 方静手掌一身 一把足有两米长的 金色大剑出现在掌心 随后凌空斩了下来 他如今已经踏入了洞虚境 在全力催动之下 金色大剑竟然爆发出足有 三丈长的金色剑芒 带着毁天灭地的威势 周围的虚空 都是一阵震荡 感受到这股巨大的威压 北穷剑派的弟子们 纷纷后退 有些修为较低的 直接退到了山门里面 好多人都是长长地 吁了一口气 洞虚气了掌门出手了 眼前这个小丫头 终于要死了吧 小青那两拳 着实让他们吓破了胆 都盼着能被方静一剑斩杀 在众人的注视下 只见漫天的金色剑芒 陡然消失 那把金色大剑 直接悬浮于半空 再也无法寸进 下面竟然是小青 那两根白嫩的手指 这次方静的神色大变 双眼当中 竟是惊骇的神色 他之前以为 就算小青的修为再强 最多也就是动虚境初期 却没想到 人家以两根手指 便接住了自己必杀的一剑 就你这破玩意儿 也想杀老娘 小青不在意地撇了撇嘴 手上微微用力 只听咔嚓一声 那把金色大剑 竟然被硬生生地给折断了 这下北琼剑派的那些人 都吓得浑身一抖 用两根手指 就能折断门主的宝剑 这还是人吗 方静同样是目瞪口呆 他这把剑 可是上任门主传下来的 绝对是顶级的好剑 就这样被人家给毁了 他们哪里知道 眼前的根本就不是人族 而是强悍的巴结妖兽 肉身之强大 远远根本就不是 他这把剑能比的 没用的东西 你也去死吧 小青抬腿一脚踢出 直接踹向了对方的胸口 此刻的方静 哪还不知道 遇到了厉害的狠角色 赶忙丢掉手中的断剑 然后双拳击出 拼尽全力地 迎向了小青的那一脚 只听砰的一声闷响 他的双拳 和小青的脚掌对碰在一起 随后 整个人就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一般 向后飞了出去 方静已经踏入了 洞虚镜的门槛 论修为要比之前的方生 方良强上百倍 但依旧无法抵挡小青这一脚 身在半空挖的 一口鲜血喷出 显然受了不清的内伤 他抬手擦去嘴角的血迹 眼神中满满的惊骇 竟然是炼体的洞虚镜强者 竟然没死 小青脸上露出一抹兴奋的神色 再来 说完一步踏出 又是一拳轰了出去 此刻 在面对小青的一拳 方静哪里还敢应接 急速向后倒退 与此同时 五颗青黑色的珠子 出现在半空当中 每颗珠子上面都是雷光闪动 小丫头 炼体修饰是吗 那就让你尝尝我的雷海珠 这五颗雷海珠 是方静最拿手的法宝 每一颗都是下品灵器 五颗结合在一起 完全可以匹敌上品灵器的威势 这五颗珠子在他手中 形成一个简易的阵法 雷电之力快速聚集在阵中 随后凝聚成一条 足有成人手臂般粗细的雷电 当头向着小青劈了下来 这是与生俱来的畏惧 如果是以本体作战 以他强悍的肉身 倒也不怎么畏惧这五颗雷海珠 但现在化成人形 为了防止气息外露 只能快速向后退去 暂避其风 看到小青畏惧自己的雷海珠 方静终于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还好自己的法宝能够压制对方 不然今天真的就麻烦了 他不知道 叶不凡是从哪儿找来如此强悍的帮手 难怪宋监会被灭得扎都不上 只是怎么也想不明白 堂堂的洞虚敬强者 为什么要听从一个年轻人的指挥 叶大哥 怎么办 小青直接退到了叶不凡身边 知道如果面对对方的五颗雷海珠 再打下去 很可能会暴露自己妖兽的身份 他走出万寿山脉 进入人族社会 好多事情都不懂 一切都听从叶大哥的安排 我解决那五颗珠子 你负责动手揍人 叶不凡马上就有了决断 他伸手摸出一颗昙花丹 送进嘴里 随着药力化开 他的精神力快速暴涨 转眼之间便来到了半步练虚的境界 虽然还没有达到巅峰时期的状态 但已经能够操控天雷珠了 他屈指一弹 一颗耀眼的珠子 直接升上半空 伴随着隐隐的雷鸣声 无数条幽蓝色的电弧吞吐不定 正是天雷珠 作为雷属性法宝 天雷珠在龙王殿 那道龙器的加持之下 已经迈入了神器的行列 虽然只是夏萍 但神器的威力 远不是眼前的五颗雷海珠能比 这还是他十海受伤之后 第一次动用天雷珠 以往不敢使用 因为用过昙花丹之后 会有一段虚弱期 如今有小青和纳兰玉珠等人 在周围保护 安全问题完全不用考虑 而且对付那五颗雷海珠 无论是属性还是级别 天雷珠都具有压制的作用 对于神石的消耗也不大 方静心中暗暗吃惊 没想到叶不凡也有雷系法宝 而且等级要比他的法宝高得多 还没等他回过神 小青再次一声大喝冲了过来 只要没了雷海珠的威胁 他完全无所畏惧 方静神色一变 这种情况下 已经没有别的选择 面对小青 他根本就不是对手 只能仰仗着手中的法宝 一道法诀打了上去 五颗雷海珠光芒闪动 一条粗大的闪电 再次向着小青劈了过来 但这次和之前不同 他的闪电刚刚形成 天雷珠那边就雷声滚滚 蓝光闪过之后 一道更为粗大的闪电劈了过来 这道闪电所过之处 形成一股极大的犀利 瞬间便将雷海珠放出的雷电之力 吸收融合 随后当头劈向了方静 这 方静吃了一惊 没想到对方的雷系法宝 竟然强大到这种程度 面对当头劈下的闪电 他不敢有任何质疑 赶忙一拳轰出 强大的拳镜带起一道道真气漩涡 挡住了头顶的雷电 可那边挡住了 小青的拳头已经来到了他的面前 方静大害 想到方良 方生惨死的场景 赶忙放弃了操控雷海珠 双脚直接踢了过来 他借着反振之力 整个人如同离弦之剑一般 向着山门里面飞驰而去 只不过小青的拳镜 可不是那么好借的 在狂暴的真气震动之下 他又是接连两口鲜血喷了出来 方静毕竟是一宗之主 虽然身受重伤 却没有失去方寸 他双脚刚刚落地 便接连将几颗丹药塞进嘴里 然后从腰间摸出一块 巴掌大小的白色玉牌 几道法觉接连打了上去 那块玉牌一阵光芒大放 随后北穹山都颤抖起来 强烈的能量波动升腾而起 一道无形的护照快速升起 将整个北穹剑派护住 与此同时 北穹剑派那些人 也都躲进了山门里面 只有将叶不凡等人挡在门外 看到护山大阵完成 方静这才 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原本以为 凭借着自己动虚境的修为 和北穹剑派强横的实力 足以将对方轻而易举地斩杀 却万万没想到 对方的实力 竟然强悍到这种程度 非一旦没占到便宜 还接连折损了两大长老 如果再算上失踪的大长老 和陨落在天狼城的年轻核心子弟 如今的北穹剑派 绝对是损失惨重 就算这次危机能够顺利度过 以后也将是实力大损 想到这里他越发地恼怒 造成这一切的 都是因为眼前这个年轻人 方静站在山门前 看着外面的叶不凡 咬牙切齿地叫道 小子 你给我等着 只要我北穹剑派 还有一个人在 就和你不死不休 老夫今天对天发誓 一定要将你身边的男人 斩尽朱绝 女人全部迈入青楼 然后再将你碎尸万段 他之所以敢放这种狠话 是因为对护山大镇 有着绝对的自信 传说中这座镇法 是开派老祖请高人布置 就算是洞虚尽强者 也无法攻破 北穹剑派作恶多端 这么多年 也曾经招致无数的报复 几次危机时刻 都是靠着这座大镇撑过来的 也正因如此 才让他们这些人 有恃无恐 你这个老东西 看老娘不把你的脑袋拧下来 荡球贴 小青将纳兰玉家的形式 作风学去了八成 眼见着方静还敢如此嚣张 一拳向着山门 狠狠地轰了过去 他的修为堪比洞虚尽后期 这一拳是大力尘 简直有毁天灭地之威 可如此威势的一拳 砸在护山大镇上 却仅仅是荡起那么一丝丝涟漪 随后便又重新恢复了平静 可见这大阵之强悍 看到这一幕 方静仅有的一丝担心 也彻底烟消云散 眼前这个小丫头虽然厉害 但依旧奈何不了自己的护山大阵 怎么样 你们不是厉害吗 有本事就攻破我护山大阵 他这一挑衅 立即激怒了小青 随后的攻击 狂风暴雨一般地轰了上去 只可惜 这护山大阵实在是太坚固了 他虽然拿出了全部实力 依旧没有半点成果 叶不凡抬手制止住了小青 然后冷笑着看向方静 老东西 你觉得我破不了 你这个破阵 破呀 有本事你就破呀 方静一阵嚣张的大笑 随后咬牙切齿地说道 一个毛都没长齐的黄口小儿 还真以为你无所不能了是吧 我告诉你 从今天开始 老夫就是要和你不死不休 你们当中就是那个小丫头厉害吧 我就不信她能一直跟在你们身边 等老夫找到机会 把你们一个个全部斩尽杀绝 斩尽杀绝是吗 那好 今天我就灭了你的北穷剑派 叶不凡说着 浑身上下迸发出强大的杀机 原本这北穷剑派就作恶多端 死不足惜 如今还敢威胁自己身边的人 这就是找死 方静却是不以为然 又是一阵大笑 毛都没长齐的小子 竟然大言不惭 老夫就在这里站着 我看你如何把我斩尽杀绝 他仰仗着护山大阵 完全是有恃无恐 觉得就算是洞虚强者 也伤不到自己 你个老乌龟 有本事你出来和老娘大战一场 纳兰玉家恼怒无比 抬手也是一拳轰在大阵上 结果连一点涟漪都没有泛起 好了 我们走 叶不凡说完 带着众人扭头就走 直接来到十里外的 一座小山丘上 北穷剑派的人 以为他这是无可奈何 在后面又是一阵得意的大笑 灵霄学院的众人 来到十里外的一个小山丘上 狐妖妖愤愤地说道 小阿哥 你也破不开那个阵法吗 看着这些王八蛋嚣张 实在是太生气了 李清竹也是一脸的愤慨 院长 要不传讯让我爷爷过来吧 他在阵法方面 还有一点造诣 说不准就破开了这个狗屁大阵 用不着 叶不凡说道 我要破开他这个阵法 就是分分钟的事 叶大哥 既然这么容易 那你为什么不把阵法破掉 只要没有这个阵法 我分分钟就把那些王八蛋的脑袋都拧下来 小青刚刚没有打开护山大阵 心中憋了一股火气 叶不凡嘴角露出一抹冷笑 破阵简单 可一旦将阵法破掉 想要把整个北穷剑派都灭掉 就没那么容易了 楚灵溪诧异的 问道 叶大哥 你的意思是 之前你们也看到了 这北穷剑派仰仗着自己的实力 无恶不作 就像那对兄妹说的那样 就算全部杀了 也没有一个冤枉的 而且 我们现在已经彻底为敌 完全到了不死不休的局面 所以 必须要斩草除根 将它们全部灭掉 说得对 这些王八蛋一个都不能留 否则就是祸害 那蓝玉家说道 你就说吧 要我们怎么做 破阵的事就交给我 现在 按照安排去做 叶不凡说着 捡起一根树枝 在地上画了一张草图 给每个人都分配了一个方位 等下大阵破开 里面肯定还会有一些人逃出来 你们就负责在这里截杀 一个都不能放过 知道了 众人纷纷点头 出于绝对的信任 他们对叶不凡能够破阵 没有任何怀疑 小青说道 那个老东西就交给我 老娘一定要把他的脑袋拧下来 叶不凡说道 好了 你们现在就去吧 众人按照安排 来到了自己所在的位置 将整个北穷山围了起来 他们走后叶不凡心念一动 一座黑幽幽的大炮 出现在山丘顶上 这炮同样是51区的最新产品 名称为毁灭 大炮本身并没有远超现代的 黑科技含量 都是普通火炮的发射原理 但是炮弹却是绝无仅有 这个炮发射出来的是云爆弹 根据产品当中的介绍 这种炮弹的威力极其巨大 已经接近了让人弹之色变的核弹 与之前的电磁炮相比 两尊大炮各有所长 毁灭最大的优势 使威力极大 一发炮弹打出去 能让方圆千米之内的一切都化为焦土 能够将这个范围内的氧气 瞬间燃烧殆尽 也正因如此 才命名为毁灭之炮 叶不凡至今没见过 大乘7强者出手的威力有多大 但毁灭之炮的威势 绝对要远远超出 动虚境强者的权力一击 当然了 这门大炮也有自己的缺点 那就是速度慢 没有电磁炮来的灵活 而且爆炸的威力不集中 是属于那种大规模的群杀性武器 让他单独 对付一名修正者 如果对方是移动的 恐怕连原因期修饰都无法斩杀 这点远比不上电磁炮 但眼前这种情况不同 北穷剑派仰仗着护山大镇 藏在里面耀武扬威 目标不会有半点移动 这简直就是为毁灭之炮准备的火靶子 对付他们再合适不过 护山大镇里的方静等人 也观察着这边的动静 看到小青他们将整座北穷山包围 这些人都是一头的雾水 四长老上前说道 掌门 他们这事在干什么 看样子 好像防备我们逃走 但这怎么可能 我们是不可能出阵的 其他人也是纷纷点头 有小青那个超级大杀星在外面 傻子才会跑出护山大镇 方静皱了皱眉 他也同样看不懂叶不凡 这是要干什么 而就在这时 又有人看到了 凭空出现的毁灭之炮 掌门 您看那是什么东西 方静抬头看去 实力的距离 对于他这个修为根本就不算什么 能够将毁灭之炮 看得清清楚楚 但问题是他根本就没见过 更不知道这是用来做什么的 四长老说道 我明白了 这小子搞些古古怪怪的东西 为的就是吸引我们上当 让我们出去 看来他注定是要白费心机了 方静嘴角也露出一抹冷笑 这个时候不管对方做什么 他都不会走出护山大镇 否则一旦落到小青手里 只有死路一条 说的没错 我们才不会上当 四长老说完凝聚真气 对着远处的叶不凡叫道 小子 别白费心机了 有种就过来打我们的大镇 只要你能破镇 老子直接跪下 管你叫祖宗 他说完之后 北穷剑派众人都是一阵狂笑 叫祖宗 你没有那个机会了 叶不凡说完 抬手按下了发射箭 轰鸣声响起 接连三发巨大的炮弹破膛而出 犹如流星一般 炸向了护山大镇 叶不凡这炮可不是随便打的 他之前已经将北穷剑派的护山大镇 看了个通透 这三发炮弹的落点完全不同 但选择的每一处都是